這邊原本有個洞 大樓排風管都在這個位置 一直被油煙的問題困擾 衛浴其實非常非常的小 氣味問題也有發生 其實也是整棟大樓管道間 基本上就是完全都不能用 那這一次改造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屋主的預算其實沒有到非常足夠 但它有一些非常急迫的問題 在廚房還有衛浴的部分 這一次就會跟大家分享 怎麼用少少的預算 解決屋主的問題 並且做出很多風格上面的改變 這邊呢其實是這個小套房的一個小廚房 那它原本呢其實這邊本來還有一個抽屜 然後我們現在先把它拆掉了 為什麼呢等一下會介紹 我們現在跟大家分享 屋主他覺得最需要改善的問題 就是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說 這邊原本有個洞 這個洞原本通往的地方是整棟大樓管道間 所以其實這個排油煙機 原本的排風口也是通到這個管道間 整棟大樓排風管都在這個位置上 所以之前屋主住在這邊的時候 就是一直被油煙的問題困擾 樓上的油煙啊樓下的油煙啊 都會傳到這個管道間去 都影響到整個空間的氣軌 所以這一次屋主就強調說 一定要把它封起來 並且把這個原有的排風管 移到我們的陽台去 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們新的排風管已經做好了 然後它就是通往這邊 我們這邊就幫它包管做了一個假樑 然後通到後陽台去 它的這個排風的路徑非常的長 所以我們這邊 其實有在幫它加了一個中繼馬達 排風的效率就會更好 還有配了一個電源給它 這支假樑就是為了要包那個排風管 然後還有那個電源線 這邊還有做一個地方是 屋主在這邊的煮飯的需求是 他想要這邊新增一個電桃路 但是它這邊原本有個插座 想要繼續保留 然後也不想要就是 接電到這個電桃路上面 所以為了新增這個電桃路呢 我們從這個線路大招進去 藏那個電源線在這邊 那這個地方原本是一個磁磚區 然後為了搭配這個大招 我們之後就有在做封板 然後把原本那個磁磚蓋住 因為其實磁磚面真的 跟未來我們想要呈現的風格非常不搭 所以呢 這邊我們有做了這樣的改造 然後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要把浴室的洗脫烘給移出來 然後藏在這個洞裡面 所以它原本其實是個抽屜 然後屋主就是說 它其實沒有那麼多廚房的收納需求 反而是洗脫烘真的需要移出來 所以我們就是重新做了這個人造室的檯面 那個洗脫烘它還蠻大檯的 然後目前留的這個洞 雖然看起來蠻小的 但是我們是有障礙過確認那個機器可以放進去 那洗脫烘要進去的話 其實裡面也要配置電源 那這個部分我們已經處理好了 那下次水電進場之後就可以把洗脫烘裝進去 然後像是檯面啦 然後水槽啊 還有新的電桃爐啊 都是我們新幫屋主配的 那最後來講一下就是上面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邊有做一個圓弧造型的梁 其實我們本來打算是想要整個天花板重新平丁過去 去增加天花板的高度 為什麼會做這個 第一個是因為我們當初在拆除天花板的時候 沒想到發現有樓上的排水管在這邊 我們本來有想說要再做更過去一點 後來呢就是設計師就有一個小巧思 就是搭配我們這個房子的圓弧造型風格 把它做了一個這樣子的倒角 好那接下來來講一下我們衛浴遇到的問題 改造的費用非常的少 但是我覺得after一定會有非常大的風格改變 我們先來講我們一進來的這個門框 其實它的衛浴門維持的還不錯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有建議屋主說 如果你真的想省預算就是門不用動 但是這個門框可以看到說已經傷痕累累 這邊又是新漆的牆面 所以就是很容易看得出它的那種成就感 所以我們有推薦屋主 你一定要用遊戲齊去把它重齊過 遊戲進場之後會再施作 然後呢你可以看到說它的衛浴其實非常非常的小 然後我們有做的事情是 我們有幫它重新做的這個天花板 那這個天花板的材質呢也是用PVC 第一個是因為浴室非常的小 然後又不同風 所以我建議他說用這種叫防潮防美的材質 屋主最在意的氣味問題 在浴室也有發生 因為可以看到這邊 這個地方呢其實也是整棟大的管道間 然後原本這個區域有個洞 油煙啊還是什麼味道也都會從這個洞傳進來 然後屋主就深受其勞 所以他也有要求我們就是說 這個洞的縫隙也是把它佈起來 所以泥座的部分我們也把它處理好了 然後這邊呢我們就是有留個維修孔 然後事後如果要維修的話也挺方便的 非常的擠 因為現在堆滿了屋主之前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這個洗脫紅 大家可以看到說這個洗脫很大檯 你卡在這邊其實這個浴室 基本上就是完全都不能用 這個抽屜就是剛才那個儲櫃拆下來的抽屜 之後可能就是把它清掉 浴室的工程部分就只有這些 剩下來都是一些設備上的安裝 但是這次挑的設備滿有風格的 剛剛我們零零總總介紹了那麼多工程項目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好奇 我們到底花了多少錢 改造完後再替大家解答 那麼兩個禮拜 這個小套房終於改造完成 現在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改造後的樣子 這個案子比較特別 就是我們就幫屋主做一些基礎工程的改造 後面你們看到的電器啊 冰箱啊這些傢俱 都是屋主自己挑選並且採購的 設計師也有給予他一些配色啊 尺寸啊還有配置上面的建議 等等就帶大家看一下 屋主挑選哪一些可愛的傢俱 現在目前就是一個玄關區 那屋主很可愛他就有挑選這種穿鞋椅 旁邊就是有擺一些就是軟裝品 然後讓進門的空間有濾液 改動最多的廚房區 廚房最大的困難點就是 改善抽風效果 然後還有這個要把洗脫風椅出來 這是屋主非常想要改善的一個缺點 塞進去的尺寸非常剛好 我們這邊做的工程就是 有在裡面重新拉了水拉了電 為了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要先把這個人造石檯面拔掉 然後重新製作一個新的檯面 那這樣子的費用 拉水拉電大概花了兩千塊的預算 我重新製作這個人造石檯面 就相對來講比較貴一點點 因為大家可以細看 其實它原本人造石的尺寸 大概在這邊 我們有把它多延伸五公分 去搭配這個洗脫風這台機器 那這個人造石的製作費用 還有包含運送加安裝 這樣總金額大概是一萬五左右 這邊呢 有把它新增一個防噴溅的烤漆玻璃 這一整片是屋主原本留下來的 然後我們是有挑了一個最相近的顏色 不想要影響到這個油漆的壁面 那這樣子做這個圓弧造型 然後這一小塊做下來 整片是兩千五百塊 除了這一些改造之外啊 像是這個上櫃 然後下面原本的櫃體 甚至到這個龍頭 其實都是續用屋主之前留下來的 水槽呢 我們有順便幫屋主更新 然後這樣子水槽的費用是兩千五百塊 以上就是大概是廚房的改造 那我們可以到臥室區 那剛才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所有的家具都是屋主自己挑的嘛 配置上其實跟我們當初建議的 有一點點不一樣 本來是我們這邊是有幫他建議的 一個長型的餐桌 然後他就可以當茶几 然後也可以當餐桌使用 但是我覺得他選了一個收納櫃 也非常實用 因為廚房還有這個臥室空間 的確需要一些收納的地方 那屋主挑選的就是 IKEA非常知名的系列是 CALYX我覺得跟這個空間非常的搭 這次有挑到一個IKEA的新產品 是這個 新的腳架底座 白色跟黑色的選項 CALYX其實就為人詬病的一個點 就是他必須要直接放在地上 搭配了這個底框的話 你底下的空間就比較容易清潔 現在到了這個改造完的臥室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一次改造最滿意的 就是這個暈染主牆 這樣的暈染效果 其實是郵寄可以做到的 通常這樣子的尺寸 然後還有這樣子的質感 外面的施附座 應該要一萬塊上下 可是屋主預算有限 但是因為我們太想要做了 所以這一次就是幫屋主 拿到一個優惠價是 上面也有一個我們這次基礎工程 預算花了蠻多的地方 把排油煙管延伸到窗外 那這支包樑呢 我們除了有這個油煙管之外 我們還有裝中繼馬達 那這樣子的費用大概是抓三萬塊 接下來就可以看到屋主挑的沙發 因為我們這個房子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就是圓弧形 所以屋主在挑選的時候 也有注意到這個點 像是這個沙發 還有這個床背板 都是屬於叫圓弧造型的 除了圓弧形這個造型之外 還有奶茶色這個元素 也是屋主特別喜歡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不管是牆面啊 甚至是窗簾 甚至等等會看到的衣� 除桌子都可以看到奶茶色的元素 比較可惜的是 這一次的沙發跳了一個綠色 那我們這邊也有建議屋主說 如果未來想要自己做一些 軟裝上面的搭配 然後為了要搭配這個比較跳的綠色 我們的軟裝師 還有做了一個搭配組合給屋主看 就是在布面的選擇 像是這個床鋪巾 甚至就是床上的這種抱枕 刻意選了綠色的元素 去跟這個綠沙發做搭配 那未來也可以把一些綠色的植物 整個空間感的色彩比較協調 還有一個特別的點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窗台的部分 也有考量到就是屋主未來的使用習慣 所以我們這邊有把它預留了一個插座 如果要充電啊 或是留一些床頭台燈之類的 都比較方便 好轉過來這邊 也是屋主特別選的奶茶色家具 這個奶茶色家具其實是在IKEA挑的 這個奶茶色的衣櫃我覺得有個特色 就是它把手也是選這種圓弧造型的 質感是有點像鐵劍 比較不太會耗損 然後延伸過來 這個應該也是IKEA的桌子 這個桌子我印象中非常的便宜 但是它是屬於辦公桌類型的 比較可惜的是尺寸挑的有點小 因為要擺下這個兩張椅子 未來是兩個人使用嗎 所以我覺得說未來可能可以再 挑一張更長一點點的桌子 才會比較適合 屋主挑的這個辦公櫃 相對來講是一個比較小的尺寸 這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屋主真的非常喜歡奶茶色 因為它像它的椅子 也是不是挑那種淺灰或純白的白色 反而是有杏灰色的感覺 除了這些奶茶色家具 廁所也放了很多奶茶色的元素 帶大家去看 哇 剛才有跟大家分享說 屋主真的非常喜歡奶茶色的東西 所以它連浴室的壁面 它都選擇這種奶茶色的設計 但它還是有做一些跳車 就是這一面是奶茶色 然後其他的牆面就是維持白色 這整個空間並不大 所以我們那時候建議說 也不要全部都改成比較深色的顏色 還是要維持一些白色的元素 像這樣子的磁川改色呢 我們這次也是用防水器做的 避免油漆的改造費用呢 是一萬塊 原本我這邊站的位置 其實就是廚房的那台洗脫烘 然後這邊的格局本來就很小 就塞了一個洗脫烘 真的是非常擠 所以移出來之後 才有現在這樣子的空間 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原本的配置 我們都沒有什麼東西 因為原本馬桶都在那邊 洗衣鍊盆也在這邊 墨浴環環也在這邊 這次屋主的預算 並沒有多到 就是可以做一些 格局上面的優化 所以這次主要的改造 就是會重點放在風格上面的升級 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到底挑了哪一些風格配件 這一個呢 就是黑色的一個毛巾架 那它其實也沒有到非常貴 我們買進來的價錢 是大概一千塊 安裝費呢 我覺得差不多 就是三四百塊左右 屋主他自己也有買了 這種IPIA的移動式收納櫃 然後這種是塑膠防水的 跟這個空間也蠻搭 收納的效果也蠻好的 像熱水器屋主就沒有換了啦 還可以用它就先繼續續用 浴櫃的部分就有幫它 加大一點點 因為原本就是一個小的洗臉台 它本身使用上就非常不方便 它總共的費用上加下 然後包含這個龍頭 其實也不貴 費用大概是一萬一 然後有包含安裝 也蠻推薦這一組的 你看它這邊還有一些收納的空間 但我覺得相對來講 它就是五金用的比較陽純一點點 畢竟這個價格 它開合的時候 還是有一種塑膠感 那時候我們在測試這個水龍頭的出水的時候 就發現說 欸為什麼熱水出不來 但是其他像是蓮蓬頭啊 廚房的熱水都是ok的 然後屋主就想說 趁這次改造 把這些問題都解決 這樣子的熱水管更換的工程呢 是一萬五千塊 也有幫它挑了一個 黑色五金的蓮蓬頭 那這樣子的組合 就是上面這個壁掛的收納 然後加上龍頭呢 加起來是四千五百塊 那這一次呢 馬桶有幫它做的升級 免治馬桶費用是兩萬九千塊 安裝費是另外算 因為我們是很多東西一起安裝 所以其實很難 個別跟大家分享安裝費是多少 如果你們家裡自己單獨裝一個 可能就需要三千塊 最後跟大家總結一下 就是我們這一次的小套房改造 或是這種小宅改造 大家最在意的金額 那這一次屋主遇到最大的問題 其實就是衛浴跟廚房 這兩個工程 那廚房呢 大概花了就是六萬七千五 它包含了這個排風管的改造 還有包樑 大概花了就快三萬塊 那其他三萬多塊的預算呢 就是在做這個移位 然後還有這個人造石台面的重置 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它的衛浴改造 因為它衛浴真的非常非常的小 其實把它的洗脫空移出來之後 就有多餘的空間去做改造 但是又遇到了那個 熱水出不來的問題 就多花了一萬五千塊 那總共 浴室改造的費用呢 就是七萬八千塊 兩個地方 加起來就差不多是十五萬 那實際上的改造金額 一定是大於十五萬的 那因為每個暗場 其實狀況都不一樣 像這間就比較特殊 它就是那個排油煙的問題 所以大部分的預算都花在那邊 除此之外 我們當然一定有做 重新配線啊 裝新的燈具啊 像這一間還有一些 拆除清雲原本 屋主的舊家具等等等等 但是也看到了很多屋主 它在挑選家具的巧思 喜歡這樣的風格的 觀眾朋友們 可能就是在配置上面啊 還有軟裝搭配上面 會非常的有幫助 花這個油脂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它喔 你有發現其他 更具爆弧全力的影片嗎 大快投稿給大人兄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